這幾年來 農業做了很多事情 我也知道農業要繼續發展下去 要做更多的事情 農產品要外銷 要加工 這都是要政府帶領做的 從 2016 年開始之前以來 每年農產品的外銷都在增加 20 年來出口最多 54 億的美金 今年 1 月到 9 月 我們已經出口1,200 億的農產品 現在的農產品 銷售的地方非常多 連中東 新南向國家 連美國也都在增加 日本也在增加 所以這幾天有一個消息 大家都覺得這是很好的消息 台灣生產的芭蠟 現在可以賣到美國 這是我們 2009 年政府就在打招 讓芭蠟 能賣到美國 這麼多年 現在的芭蠟 能賣到美國 未來 還有更多農產品 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的市場 我們可以賣到 讓我們可以賣到 價值 賣到好的所謂 我們的收入才會更多 我們當農的人 會受傷 要受傷的時候看醫生 不然會保險這些事情 所以這次我們有給大家一個保險 叫做執災保險 就是我們在產品做事情 當中的事情 我們有保險 讓我們看醫生 或是經由我們當中的事情 我們的孫性也有保險 這樣好不好 好 這就是執災保險 還有一種保險就是 我們當農作物 如果有天災 或是有什麼意外 所以我們的修行不好 我們的收入比較適合 這個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保險 讓大家的收入 可以維持一個水準 大家說好不好 好 這就叫做盟業保險 我們現在是一項一項農作物在做 我們做到36項 未來 讓更多農作物可以做保險 我要跟大家說一項農民退休制度 我們今天在台灣 軍公教有退休制度 農工也有退休制度 農民現在沒有退休制度 農民只有老農津貼 所以未來四年 他們要跟大家做一項農民 也有退休制度 農民也有退休制度 如果我們退休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領退休一項 讓我們退休的生活有多久 讓農民一世人 這樣辛苦 做出的東西 我們是台灣人 農業讓台灣社會穩定 這個貢獻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應該 把農民做退休制度 讓農民退休的時候 比較安心 這樣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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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